今天歡迎大家來我們宗教學雲數位工具 這個學金的主書會有第四章 然後也很開心 找到一個就真的是招救跟數位人工學 方才一致的體驗 然後我自己也跟那個 今天也就有接過他們的驚訝 因為我在有一個工資研究 就是指那個梅林寶社群 就是他的通信是一個 就是像那個女工大學 梅林寶 梅林寶 他就在台南記錄到報會員 然後就當時才發現我們的 也從豐盛演藝還有看這一份 然後找到主持團就嚇到了 那一份那麼大這一份 一個錯片 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看 所以也單身沒有看得很深 所以這個感覺好像還蠻適合 所以從數位人工學的分析 得出的一個錯片 所以今天就很開心 可以請兩位說明一下 就是選擇的方法來分析 請問她們給我 請問一下 請問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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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妳 請問她們 一位 有人文學的背景嗎? 有,我們大學是正大中學的 你還是有人文學的背景 因為有時候就感到是 做那個數位方面的人跟人文學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構重還是有一些 還是要有那個背景 對,對,對 就是很好記 就是看你的角度 你是覺得這個研究 在那個研究當中有哪一些困擾? 或是你覺得人文學的背景要學哪一方面的 想法在比招奧根? 今天有稍微警戒一下 就是有哪一些相關的工具 然後還有就是會跟大家警戒一下 就是說在目前進行完研究了以後 除了結尾以外還有什麼反思 就是比如說在人文學研究上面 可能遭遇到的現況和環境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敬你 好 那我就開始了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位是鄭永羅老師 他其實是我念書時候的學弟 他也是正大中文系畢業 其實我們最早的合作是打籃球 我們以前也是籃球隊的 畢業之後就是 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已經在念博士班了 畢業之後他往圖資所發展 其實我們會合作這個計畫 其實來自於一次我們剛好在學校碰到 然後他跟我分享了一個他新的研究 因為他後來去台大學製作念書 那他就跟我 他目前在台北市議會工作 他就跟我聊到就是說 他在議會那邊工作 然後管理檔案室 把議會的一些提案 複一的議員 然後丟到資料部 然後做出一個社會網絡分析的一個成果 其實還滿有趣的一個成果 如果他願意的話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聊一聊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介紹這一套技術 那時候聊一聊之後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還滿有趣的 因為其實這幾年就是數位人文 是一個新的思潮 那而且新的一個做法啦 那我們或多或少有接觸 可是怎麼樣進去到那裡面的一個內行 其實不是很清楚 那因為我們以前打球還滿長時間的相處 在一起就合作四、五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一直很熟 就稍微聊了一下 那後來就是 我就想 因為我自己主要的研究是 研究宋元明的一些法術 那我就在做這些研究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因為我個人的一個性格啦 我不太喜歡待在同一個地方一直做下去 因為剛才有提到 道法會員他其實有267套法術 當然其實實際上沒有那麼多 因為有的是數卷才是一套法術 那其實我自己博士論文做完之後 我其實就想去做別的東西 那但是學界大家對於我做的一些成果 還給我一些不少的肯定 他們希望我可以釐清道法會員 其他的一些法術系統 那所以我就想說 那也許我們可以用數位的技術來做看看 所以一剛開始只是有一點網票性質 因為我們沒有申請任何計畫 然後我們就是因為兩個好朋友 然後我們就說 那我來做這個東西 那到時候再拜託你來分析看看這樣子 那我就大概把我的想法 因為那麼多套法術 它這些法術系統之間不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然後有的 尤其是這些法術常常都會有負責一個執行 主要的一個關鍵 那有的關鍵他同時在這一套法術出現 又在那一套法術出現 所以我就大概跟他描述一下就是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透過關鍵 然後來看到這些法術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是不是可以呈現出一個像 你當初給我看到那個議會 議員之間的那個關係的那一種社會網絡 那友榮就跟我講說 這個這樣是可行的 那他就告訴我大概 我必須要做哪些前置的程序 那後面就交給他這樣子 我們就是這樣開始的一個開端 當初其實一剛開始的合作是這個樣子 所以一剛開始就是 我大概跟他講一下 我主要做的有 法海遺書跟道法會員這兩部書 那怎麼樣用數位人文去做一些相關的研究 因為我們以往的一個研究方法 比較傳統的一個方式是 來自於讀經的一個傳統 因為在座如果是宗教所的學生的話 大概可以感受得到就是 道教研究其實很仰賴閱讀經典這個基本功 尤其在台灣這邊就是 因為我們跟李鋒帽老師下來的 這樣的一個傳統 我們就是閱讀經典是一個最基本的 那但是閱讀經典它會碰到一個困境 就是我們常常是透過自己做的筆記 還有或自己的印象去架構這些法跟法 一套法術跟一套法術之間的一個關係 或者這一部經典跟這一部經典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在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主要就透過關鍵詞檢索 那關鍵詞檢索我們去詢異這個觀念 或這個關鍵詞在不同經典 出現在哪些不同的經典 然後還有去透過上下文脈的一個判定 去判斷這個他們之間可能的一個聯繫 可是這樣會碰到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關鍵詞的設定 設定的精不精準 這個詞彙是不是一個關鍵詞 這個是一個你必須要長期累積下來 你必須要長時間的閱讀經下來 你才能很有效的去判斷說 這個是不是一個關鍵詞 因為你在閱讀經典的過程 不會有人跟你講說 這個是一個核心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閱讀經典的一個經驗 我們第一個是先想把握這一部經 它主要的一個意行 然後其次才是結構它的一個結構 然後第三部才是進入到那個 這個經典裡面的一個內行 你熟悉它的一個內行 你才能比較有效的去判斷關鍵詞會是哪一個 然後你怎麼去設定關鍵詞去做檢索 那當然就是我們早期自己在讀的時候 有點像下次模想 就是如果沒有前面的老師 或者我們一些師兄他們讀經的一個成果 其實我們在閱讀的過程裡面 我們常常就是仰賴的就是經驗 像我自己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 我就只要想到某一個關鍵詞 然後它好像曾經在哪裡出現過 我就開始去翻 就是去翻法海遺諸 去翻到法會員 那當然現在因為研究院有 漢極詢文所以系統方便一點 他可以幫我比較快找到他在哪一卷 那我就把它放出哪一卷然後去看這樣子 可是你要能夠有效的抓出這個關鍵詞 這本身不是一件農藝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個關鍵詞 它是不是有其他替代的詞彙 而不是只是一個單一的關鍵詞 這是我們在做道教研究裡面 常常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比如說像太以舊古天尊 那也有可能是叫清華太以舊古天尊 如果你漏掉清華這個詞彙 因為它有時候只是用清華 它不用太以天尊 那你可能就漏掉了一些相關的條目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這邊所提到儀式或者法術系統間的一個關係 我們透過關鍵詞的一個設定 那我們可以檢索出這些詞彙 因為它出現在哪些經典裡面 可是這個經典跟經典之間 到底彼此是怎麼樣的一個關係 其實不太容易判定 因為你可能看到就是說 好我關鍵詞拉出了一大堆條目 可是這個條目 這一部經跟那一部經 中間到底是繼承的一個關係 還是抄襲傳言的一個關係 還是其實它是一個未脫的一個經典 那這樣還是以往還是要仰賴就是 你比較長年累月下來 你讀經的一個所得 那幹嘛就是 現在有一個比較方便的一個書 就是用那個四周人跟父輩郎他們用的 那個道戰通考 我們比較可以判斷那個經典的一個年代 會是在什麼樣的一個年代 但是你怎麼樣去組構那個關鍵詞 在這一套儀式跟那一套儀式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還是得要透過比較長時間的一個讀經 然後你才能慢慢去架構出那樣的一個結構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就是道戰經典裡面還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有很多脫明跟虛構的一個情況 就是你今天這個關鍵詞 你找到一部庶名張道林的一個經典 但是那一定是張道林寫的嗎? 可能不見得 因為那有可能是脫明跟虛構的 那因此用傳統的以關鍵詞作為一個線索 然後去尋找一些相關的一個脈絡 就常常有時候會出現一些誤判的一些情況 那我們這一套做法主要是針對 法海遺珠跟道法會員 因為他收的東西很多 所以其實他的內容滿龐雜的 那尤其就是剛才魏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像法海遺珠有61卷 然後到法會員有267卷 加起來300多卷 你整個獨王金到底好像都昏了 你怎麼去架構他們之間的一個關係 又是另外一個很複雜的一個問題 那雖然目前我們大約可以分成說 有所謂的神僑派或者有認為是輕微派 然後後半部是新神僑派 這個是一個該說 可是到底這些系統他們之間的一個關聯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不能只是跟他講說 跟大家講說這就是新神僑派 他跟另外一套法術 都是新神僑派 你就不要問那麼多這樣子 那這樣其實在做研究上面 會有滿大的一個困難 所以我們 我以往就是透過所謂的幾個關鍵詞 就是透過主法還有管架 譬如說法海遺珠 他的廚師大概都會提到零零素 但是在道法會員其實剛好相仿 就是滿多的主事是王文清 這個是透過以前月經的一個經驗 尤其是我覺得這可能跟張宇初 本人的一個態度也有關係 所以如果按照以前 石州人或傅飛郎他們的一個判定 就是把道法會員直接視為新神僑派 不一定那麼的準確 因為新神僑派其實也包括零零素的一個傳統 那我自己覺得道法會員 還比較虛進王文清一系的一個雷法 法海遺珠比較受 道法會員比較偏向王文清那一系 法海遺珠比較偏向零零素那一系 可是這個都來自於我個人讀經的一個經驗 就可能我法海遺珠 跟道法會員幫過很多遍之後 粗淺的做出了一個判定 因為我說法海遺珠叫零零素 你用零零素丟到華海遺珠去檢索 也許可以檢索到一些資料 可是有一些資料它不叫零零素 它叫零四層 那你可能就漏掉了一些資料 但是這個就是雅大敖 我以前那時候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 做下來的一個筆記 所以我們就試著想說 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技術來突破 只是透過閱讀筆記這種檢索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這些法術它主要的一個核心是透過所謂的 官將 官將是大教的一個稱呼 就是它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元帥或者將軍 那像日本學者二階堂上皇 就把它稱之為叫元帥神 那這些官將其實是扮演了這些法術系統的核心 因為你主法者就是知心的法師或者道士 你可以透過符咒去召喚這個官將 然後負責叫他去驅雷降雨 或者去抓捕邪水 對 因為送到以後新興的法術最主要的一個特徵 就是驅邪法術 就是你要怎麼去驅邪 所以你都得仰賴這些官將 然後去執行這些任務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官將作為一個主軸 然後去以官將作為一個核心 來去建構一個社會網絡 那我們可以比較有效的或比較精準的去掌握那個 當時尤其是法海宜柱跟道法會員 這兩部那麼龐大的一個道法的系統 那剛好就是法海宜柱跟道法會員 他有一個特質還滿適合這樣做的 有人跟我講說他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結構性的 結構性的一個文本 結構性的一個文本最適合做社會網絡分析 其實道教的儀式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結構性的 所以法海宜柱或道法會員 他通常都會有一個非常標準的 他會有一個這個法的一個名稱 然後他有所謂的師派 就是他的權力、權威的一個來源 他來自於哪些天界的先真傳下來這一套法術 然後傳給了哪些主師、哪些宗師 那後面就有所謂的帥幫 有的叫主帥、有的叫主將 就是我講的如果關鍵詞你只設帥幫的話 那可能就都會漏掉這些資料 然後就會有負責執行的 執行這個任務的一個主將、主把的關架 那當然你有配合他、輔佐他的一個復帥 這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在道法會員跟法海宜會看到的一個結構 那另外再來就是他會有所謂的這些 造幻這些關鍵的鋼奏符訣 就是你要造幻的符 然後要唸的奏、掐的手訣等等 甚至要布鋼 因為有的法本裡面就沒有把鋼布寫出來 他就只有文字的一個描述 那他形成了一個非常規整的 或者就相對來講比較一致的結構 那有這樣的一致的結構呢 其實就相對來講就比較好操作 那因此那時候有人就跟我講說 欸 那學長你就負責把這些法列出來 然後把他們的關架打上去 然後後面我再來設計層次來吧 那後續的工作就是交給他們這樣子 那我從這裡開始跟大家警戒我們 怎麼去設計他 就是設計這個符 那就是其實看到這個文本以後 就是雖然我是中文系的 但是我對道教並沒有說很熟悉 但是雖然給我這麼大的任務以後啊 我就看了一下說 欸 其實他是一個很結構性的資料 所謂結構性的資料就是說 他都有主師、關鍵 然後還有刻意反應等等的結構 然後我就在思考說 從圖資系的角度 要怎麼去詮釋這些資料 那我們那時候想說 要用斷詞的方式 還是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方式 或是把它建立知識、本體、視覺化等等的方式 就是一些思考的方法這樣子 那我們覺得這個文本啊 他試了拿來做社會網絡分析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有很明顯的就是 刻意的法名跟關鍵 那關鍵裡面又有很多就是關鍵的名字這樣子 那就很像有一個事件 然後他出現有很多不同的人物來處理他 那這些人物是有層次的 有主將跟副將 又有宗師等等的結構這樣子 但是呢如果用斷詞的方式的時候 你會看到 其實因為他的符咒是非常深奧的學問 他如果你用一般的資料庫去給他做斷詞的話 其實斷不太出品質率很高的結果 因為其實看起來他都是一些專有的名詞 但他可能一般的詞庫裡面沒有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由這樣的思考脈絡以後呢 我們就去統整的道法會人跟法儀諸所有的那個科理 然後翻鍵裡面呢 他其實都會有就是主法官將 所以我們確定自己就是 先暫時用主法官將為一個就是研究的起頭 開始進行研究 那我們把它先就是建檔以後呢 去跑社會網路分析 看看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總共去從大概300多套科理裡面去選了136套 那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些的官將他有一些科理裡面 他其實沒有很多的官將在處理這件事 可能是單獨的官將在處理他 他沒有一種合作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有從裡面去篩選出來136套科理 比較有規模的科理去進行研究 然後呢 他這136套科理裡面總共出現了1264位的官將 所以呢我們就是一一的把科理的法名是什麼 然後把官將的名字是什麼 全部都羅列出來 然後去用 首先先用Excel檔去做簡單的紀錄以後 再會進去社會網路分析的軟體 那希望可以對於說就是道教科理的系統的這種傳言的方式 去比較法海遺珠跟道法會員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是詳細的操作的方式 就是先從Excel 先透過Excel啊 然後先去把每一套科理裡面出現的官將去列出來 假設說我們有某一套跟火有關的科理的話 那他曾經出現比如說官羽或是哪一位官將的話 有出現的話在這1000多名官將裡面 那他在這一套科理有出現他就是1 然後其他就是0 因為他沒有出現嘛 我們直接有看他有沒有出現這樣子 那我們非常花時間 因為總共1000多個官將 所以你要 然後他一套科理裡面大概有很多不同的官將 所以你就是看這一套科理以後你就要開始 打進去 看到第一個這是官羽 然後你就要開始搜尋官羽在哪裡 然後把它coding成1 那其他還沒有出現的 你要這個double check說 他沒有出現你才可以把它變成0 這樣子 然後同樣的過程做136次這樣 你就會出現一個第一個ecel檔 那ecel檔出現以後呢 你要第二個步驟就是把它匯進去社會網路分析的軟體 那目前我們會先匯進去UCINET裡面 為什麼呢 其實一般一般而言通常大家看到下面有一個叫Gafy的 他其實兩個都是可以做社會網路分析的軟體 但是因為UCINET是社會學家發明的人 他是社會學家跟數學家他一起覺得說 我們想要來進行一個社會網路分析的系統 那所以呢他是社會學家自己開發 所以他其實如果你仔細要做分析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UCINET的分析能力比較強 所以我們多做一個動作就是先把它匯進去UCINET裡面 然後呢那ecel檔案他是他有表跟列上面是科儀 下面是那個就是出現的銅槳 他我們叫做隸屬性的檔案就是雙模的檔案 有科儀跟關槳 但是你如果在統計的時候 你要利用統計的方式把它變成就是關槳對關槳的關係 所以要經過一個就是雙模轉單模的結構 這在UCINET裡面有一個功能做設定以後就可以跑出來 那其實你知道什麼時候搜尋就是雙模轉單模 就會有相關的操作的方式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複雜 然後整理完這些資料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套疊社會網路分析的指標去進行分析 那其實比較困難的是在ecel檔製作 我雖然聽起來好像ecel就是很基本的答案 但是其實他資料整理的時候反而花比較多時間 那在社會網路分析上面的話 他雖然聽起來都是一些專有名詞 但是實際如果有相關人跟你一起操作的話 其實不會花太久的時間 那主要是要透過專門領域的人 怎麼去嘗試這些結果 那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雖然是中文系畢業的 但是我一直就是想要跟有一個就是 有中文系領域背景的人一起合作 我希望透過蘇維倫文開啟我們 一個很好合作的契機 那我負責分析 然後學長這邊負責採釋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這次除了把它分析以外 我們還想做一件事就是把它視覺化 大家等一下會看到一些 就是比較視覺化的圖表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UCINATE它強的地方是在分析 但它是跑出來突入的 很不知覺化 就是它給研究者看起來的時候 研究者要花很多時間去看它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還會把它匯進去GAPE裡面 再從UCINATE把檔案再轉進去GAPE裡面 去做視覺化 所以可以讓它的圖表變得很豐富這樣子 那實際上來講的話 我們就針對這樣的結果以後呢 先簡單做一些描述性的分析 那我們發現其實透過系統性數位化的 紀錄以後 我們發現盜法會員它的那個法術的規模 都比法海遺書來的龐大 舉例來講就是在法海遺書裡面 它每一套科衣它大概出現了6.57個關鍵 就是每一個法術大概只有六個關鍵 六到七個關鍵來幫忙 但是那個在盜法會員 它平均每一套科衣裡面 有快15到16個關鍵來幫忙 甚至它的那個 有一個天蓬佛羅大法就是 等一下學員可以解釋一下 它對天蓬法很有研究這樣子 它出現了134名關鍵 所以它會看就是這個法術的可能複雜程度 或是重要程度 它會請不同的規模的管將來負責 就是來協助讓它法力更深入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那我們剛開始的話 我們有設定的中心性的指標 來檢驗這些道教關鍵的系統的網絡 它有分成程度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跟清淨中心性三種 那我們發現就是在法海遺書裡面 有三個關鍵 它在這三個中心性裡面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像櫻椒、韓寶跟趙公明 那以櫻椒為例的話就是 它其實它是一個就是帝斯的謀利 所以其實許多法術都需要透過它 才可以去執行 然後呢在道法會員裡面呢 趙公明、張元柏、馬盛、鄧伯溫、高雕等人的 重要性就會慢慢上升 然後因為它召喚的比較容易 而且執行力比較強 那我們可以實際看UCI-NET它跑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有這麼多的關鍵 就是這些點旁邊的都是某一個關鍵 然後它是所有的136套法術裡面 去選擇裡面就是最重要中心性最高的人 去呈現的關鍵 那點的那個方塊的大小去 可以去界定說它的重要性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用不同的社會網絡分析的指標去分析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說 有哪一些關鍵它是 就是感覺就是在中心性上面是重要的 那我們就會請學長去解釋看看說 我們這樣分析出來是不是正確的啊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脈絡可取 然後學長這邊可能會再去 整個自己的個人的研究經驗 還有就相關的文獻去 再仔細的去探討它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透過研究啊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就是很像鑰匙一樣 就是因為道教研究實在是 太包山包海了 那我們就是透過數位化的方法 但其實數位化它不是萬能 它沒有辦法找到就是問題的解答 那我們就提供一個線索 那希望就是後續的人文學者 可以跟我們一起合作的時候呢 去產生這樣的結果 那我們在一直去透過不同的討論過程中 讓這些結果可以做得就是更完善 更符合人文學者的需求 那我們也發現有一些特殊的關鍵 他在各項指標上面都很高 特別是趙公民這位官將 他在兩個經典裡面包含了發海遺柱 或是道法會員裡面 他的中介中心性的指標就很高 也就是說他在作為主帥去調遣兵將的時候啊 他每次只要是跟他有關的法術的時候 他都可以召喚出很多的副將 就是他很powerful 他一呼百諾這樣子 就是他可以每次只要是 他負責當主將的時候 他都會可以召喚很多人來幫他做事情 那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這樣 然後舉例來講 我們就有列出他相關的法術 他每次只要是跟他有關的 像是什麼龍虎玄壇大法等等的法術的時候呢 他都可以召喚出五十餘位以上的副將 來幫他執行科術 他的排場非常的大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實際看 用Gathy跑出來的圖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剛剛跟那個UCInet跑出來的圖 他就很明顯的是 大家比較好理解 對 他可以調顏色 調那個粗細啊 關係的粗細等等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趙公明在兩本書裡面 他都扮演了很重要的 很有影響力的角色這樣 那我們也可以跑不同的網路分析 然後透過Gathy這樣子 所以我們除了用UCInet以外 也呈現Gathy的結果給大家看 那接下來就是想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說除了重要性外 難道我們這份研究只能跟大家講說 某一個官將他召喚很多人 那他就是很重要嗎 我們還可以想到其他的分析的方式 透過數位化的方式 那我們就想到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現在我們也會常發生的現象 就是位階的轉換 就是有一些官將啊 他可能在早期的時候 他並沒有那麼有名 就是所以可能在執行科醫的時候 他還只是當復健 但是我們怎麼發現過了一個朝代 或過了幾個朝代 在下一本 另外一本道教經典裡面的時候 他突然很容易被提出來 或是他常常被拿當主將來執行任務 就好像有一種升官或扁官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就去統計 就是有沒有一些官將曾經發生過 很頻繁的這種位階轉換的過程 那經過計算呢 從一千多名的官將裡面 總共有五十六位官將 他有這種升官或扁官的情形 那其中高達八十四套科醫 裡面有出現就是 原本主將變副將 或副將變主將的情況 那我們把位階轉換 又可以分成降調啊 平調跟升潛 我們發現很特別的情況就是 大部分官將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他是平調或降調比較多 像是張元柏這個官將 他以前在法海宜租的時候是主帥 但是到道法會員的時候 他幾乎就變成 只是被拿來當副將使用 那這個詳細的過程的話 我想解釋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把結果就是呈現出來這樣子 然後呢 但是一些像是馬聖啊 關羽啊 溫穹 陰交等等的 這些民間比較普遍信仰的神明啊 他可能後續是因為可能官方的提倡 提倡他英勇的形象等等的 他一些可能是原本 因為英勇而站直的神明 他反而到後期的時候 他常常變主將 變主將 獨立出來變主將來利用 那他也可能早期 他只是一個小小的神職 那我們發現在法術裡面 有很多這種現象 就是有 他們也會有自己的神遷的模式 在不同的朝代裡面這樣 然後也可以看到就是 民眾信仰的演變這樣 那像張元柏他就是在這些 這些法術裡面啊 法愛遺諸裡面的時候 都是扮演主帥 那在盜法惠仁的時候 就是都是被拿來當副將士 那我們就針對這個 這算是一個先探線的研究 就是用社會網路分析去大致想一下說 我們要怎麼去進行道教研究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是從 位階反轉的角度去思考說 就是主帥變副帥 副帥變主帥的情況 那我們也是想要思考就是說 就是除了就是官將變被弱化 或變人化的情況以外呢 我們怎麼去深度的去 去進行更深度的 就是道場的 社會網路分析的研究 所以呢 我們希望就是說 下次啊 我們在進行社會網路分析研究的時候 這次是把所有的符法 我們不分種類 不管它是果符 或是做什麼類型的符法 全部都聚焦 就是全部都套疊在一起 所以它裡面有一千多名管教 那這樣一千多名管教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它的關係跟關係之間 它沒有很密切 因為有一些是早期的神明 有一些是晚期的神明 它可能彼此之間沒有很密切的交集 那如果我們以後選擇 比較統質性的資料放的 比如說相似類型的法序 那我們這樣可以提高 就是管教它彼此之間關係的重疊的程度 那關係是重疊的程度變高的時候 當然統計就更具有效性 那我們可以就進行說 比如說火法跟雷法之間 它的關教的類型 或是分析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可以先製作小的檔案 火法類型的社會網路分析 雷法類型的社會網路分析 我們再去做比較 或是針對某個議題去進行比較這樣 那第二個思考的角度就是說 我們怎麼讓這個分析的維度 更除了從官將它個人的角度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情 那剛剛看的這些中心性的指標呢 主要都是社會學家在採示 一個人的影響力的時候 他怎麼去解釋從圖論的角度 但是呢 除了中心性的像是 剛剛講的程度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等等的指標 其實有很多不同理論 像結構洞等等的理論 它都是一個模型或理論 它可以去更輔助我們去詮釋 這些中國文化裡面 道長官將的分析的結果 那我覺得我們以後可以 把這些理論或模式去套用進去 可以做更細緻的展示 那另外一個角度是從團體的角度 因為我們這次都是以個人的角度 那我們沒有去把它做一些相關的分析 譬如說 它裡面是不是有一些小團體 它是不是很常 某一個官將就 它很容易配另外一個 它常用的官將 它們之間有沒有自己的那種 常用的組合 不是我個人 也是我通常 這個組織的時候 我就容易 找我幾個認識的人 這種小團體 那我們 有這樣的小團體以後的指標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分析說 這些小團體跟另外一個小團體之間 它的裡面人的差異是什麼 那我們怎麼去比較它這樣 透過比較可以知道一些特殊的結果 再來就是從整體的角度 就是從不同朝代 不同朝代的經典 或是從不同區域之間的經典 那我們去做整體的比較 基本上就是我們可以從個體 團體跟整體的部分 讓我們的社會網路分析 可以去進行得更細緻 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面這樣子 那除了就是在展望未來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是希望就是 可以把所有的法術先進行數位化 因為目前還有一些就是 道教的相關的典籍 並沒有數位化 那沒有數位化的話 不過它連那個 數位文字檔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根本就很難去進行 後續的數位人文的分析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 這次分析的結果只有 道教刻意的法名跟觀將 那其實道教法術它不只是包含觀將而已 它還有就是像剛剛講的那些結構裡面 還有祖法 它施法的對象是誰啊 它的一些剛服奏訣等等的法門 這些比較詳細的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做更細緻的分析 除了從觀將的角度以外 我們可不可以找出各個法術 它之間的關聯 或是我們怎麼去運 看到他們怎麼去運用這些法術 去構築出不同的法術系統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它可以更具系統性這樣 所以呢 我們除了 第一個是社會往後分析的角度 去讓它更深入以外 我們也希望就是去結合 除了社會往後分析以外 去結合知識本體的人 因為知識本體的話啊 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讓道教裡面各個概念 全部都串聯起來 它不是只有一種關係就是 像我們現在是造喚的關係 某一套法門去造喚一些管將 去處理事情 所以它中間只有一條關係 但是呢 比如說道教裡面 它其實各個概念之間都有關係 就是彼此之間都有關聯啊 比如說我的主將 那副將是誰 那主將和副將之前 之間有一個主從的關係 然後我的師法是誰 我的主將是誰 那師法跟主將之間 有一個師承的關係啊 等等的關係 其實都可以做得更細緻 那我們造喚哪一些法術 那主將跟法術之間 那有一個就是 造喚的關聯等等的 我們可不可以多想像一下 就是在一個數位化的資料庫裡面 我們怎麼把這個 你只要查關於 你就可以把就是相關的一些 它曾經出現過的法術 然後它有相關關聯的 官將全部都在資料庫裡面呈現 這就是知識本體想要達到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 知識本體的部分的話 它有分成類別的實體跟屬性 類別的話 我們首先要先界定 法術的類別有哪一些 比如說火符或雷符 那官將的類型有哪一些 比如說官語跟道求 我們必須要在那個 知識本體的工具裡面去先建議 然後呢 屬性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去找說 它 國際之間有哪一些標準 去描述這些屬性 為什麼要找國際之間標準 我們不能用中文打說 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就好 因為這樣可以做界階 比如說它什麼 GVP.A.A.D.2875 這都是國際的標準 也就是說如果 有一天其他國家的人 有做官語的研究的時候 我們的資料可以匯集在一起 我們可以點對點之間匯集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整合國際之間研究 不是我們自己中文世界的研究 然後呢 我們先利用知識本體的工具 叫Petitier 去依據類別實體跟屬性 去建立道場的知識本體 然後呢 再把Petitier的知識本體的檔案 去匯進去Gavin裡面去視覺化 那它實際上展現出來就會變這樣 這是另外一個從建築的知識本體裡面 就是另外一個研究裡面去呈現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會有 就是class就是類別 就是會有很多的類別 然後下面的話 就instance就是實體 實體就是會有很多就是相關的一些 就是它的實體的範圍 然後property就是屬性 屬性就是關於這些實體跟類別之間 我們要用什麼屬性去描述它 等把這些一切都建立好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匯進去Gavin 就會變成這樣子 長得像這樣 那這個圖跟剛剛Gavin的圖有什麼不一樣 一般Gavin跑出來的圖會像這樣 那這個就標準的是網路分析的圖 它就只是點跟 點裡面有名字 但它線沒有門 但是呢 如果你用知識本體去建的時候 你只要點到總統府的時候 它會把 就是它會把跟總統府有關的 所有這個脈絡裡面的關係都呈現出來 比如說總統府的設計者是哪一位 那這個設計者 他要設計哪一棟建築 那他的建築風格是屬於哪一個 然後呢 比如說總統府的設計者是松山生之柱 那松山生之柱跟陳也金武 他比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 人物跟人物之間有什麼關係 他都可以透過Gavin去具體的把關聯呈現出來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把它變成英文版 那像這種英文版的就是剛剛屬性的描述 那透過這樣屬性的描述呢 我們就可以跟國際去做結果 那這是在就是關於說到場研究以後 如果可以建立成知識本體的部分的話 可以呈現出更細緻的概念跟概念之間的關聯 那最後這種學長這邊還有一些其他發現的部分 那最後再來請學長這邊做個結尾 其實我們跑這個東西 那個過程其實還蠻好玩的 就是友榮跟我講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描繪出一個圖像 就是說用社會分析網絡跑出來大概會是怎麼樣 那有些我關心的問題可能對他而言他不一定關心 可是我覺得這個合作好玩的地方就是 他跑出來的一些數據可能不是我關心的問題 可是他可以反映很多很有意思的現象 或者就是說我之前沒有留意到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剛才他舉的那個例子就點直王就是張元帛 他後來變跑腿王這樣子 原因在於就是說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關注的其實是這些法的一個特質 那張元帛就是因為鄧慶章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關注的其實是鄧元帥、新元帥跟張元帛之間的一個關係 我不會特別留意到張元帛其實到後來 他其實幾乎都屈居到復帥 可是因為他跑的這個出來的一個結果 是我之前沒有特別留意 我也許有一點點印象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但是他跑出來的 有跑出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就等一下去做解釋 然後他也可以讓我們去留意到 我們之前沒有發現到的一些問題 這是我覺得這個我們在合作過程裡面相互碰撞 覺得有趣的地方 所以他後來跟我提那個知識本體的時候 我其實是覺得非常有趣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之後還希望可以繼續再做 因為我們剛才友榮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做社會網絡分析 你看到的同樣都只是官將跟官將之間的一個關係 可是如果做到知識本體 你可能看到這個人物跟進展 經典或者跟其他法術 或者跟其他時代之間的一個關係 他會呈現出一個更立體的一個架構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在後面我們覺得還滿好玩 就有意思有興趣想做的地方這樣子 那其他發現其實就是跑這個數據之後 跑出來然後我得要去做的一些解釋 解釋的那個東西這樣子 像一些比較簡單的發現 如果各位對這兩部書有興趣的話 像法海遺書所收的那個法術 就是他所收的那些儀式 有的他是數法 好幾套法術極為一卷 那內容大概就是只有主帥跟他的一個 法術的一個內容 他還沒有很明確的有一個失敗的意思 可是到道法會員你很明顯看到 他們更強調了他們權力的一個來源 而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法術的一個操作 所以我的一個判斷是認為 法海遺書可能比較明顯反映 早期八本的一個情形 他比較像是一個儀式的操作手冊 可是到道法會員他很明顯的 他其實已經有派跟派之間的一個關係了 而且他們也會用原本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簡單的一套法 疊合了其他的法 因為其實法海遺書跟道法會員 比較好玩的地方在於就是說 他每一套法會員都是獨立的 有些法你可以看到他可能用別套法的符 然後再融合他自己的一些 實作的一個經驗去組合起來的 其實這個東西像那個謝士偉老師 他也有類似的一個論點就是說 他覺得宋元之後的有很多新興法術 他不是當純的一個借用 或者魔用之間的一個關係 他有時候其實是透過所謂的 實踐的那個過程然後去拼湊 去組構出來的 像他討論那個魔力之天那些東西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提過這樣的一個論點 那我多多少少 因為我博士幫念書的時候也跟著他一起 那時候加卡也在我們一起 都有聽課的樣子 多多少少也受到他這個觀念的一個影響 因此我也會覺得 其實道法會員裡面 有些法他其實本身也是有 存在著組構的一個情況 其實如果說透過數位人文的分析 其實那個組構的情況其實會更明顯 這是第一個其他的發現 然後另外一個發現 你就會發現其實我們以官僵作為核心 可是有一些東西其實是溢出官僵之外的 就不是以官僵作為一個主法的 像除了以官僵為核心的雷法或者驅邪法術 你也可以看到那時候還有所謂的練度法 高斗法這個是比較邊緣 比較在這兩套大書裡面比較沒有被特別強調的 那道法會員有五卷的練度法 但是法海遺珠幾乎沒有看到 他只有提到神教練度 那換句話來講 其實練度法應該是比較後來發展出來的一套東西 那另外一個可能當然也可能他們對於法的定義 有一點可能不太一樣 那換句話來講就我的一個推測練度法 他其實是更往才發展出來 而且他相對來講 他對跟雷法或驅邪法術之間還沒有那麼流行 所以收的不多 那告斗法呢 這個其實他在道法會員裡面 不把他幾乎沒有收所謂的告斗法 可是法海遺珠收了蠻多的 有可能跟派別不太一樣 因為如果我們進一步去追溯這些法的一個內容 法海遺珠裡面的告斗求常生 或者是追後祕法等等 他們大概都是以忠祢權就和忠祢 八仙、旅動兵、成郎這些 經當難中為主的主師 作為一個主師 可是道法會員也有所謂的照告法 但是他的這種告斗求常生的法術 其實比例低很多 而且也沒有列失態 那如果結合我們目前 對於道法會員的一個認知的話 那也許是跟趙宜珍一系以北中 因為趙宜珍他其實受到玄珍的一個影響 他內當的部分 他其實受到玄珍的影響比 受到內到南中的影響比較大 那道法會員的邊轉是以趙宜珍 還有趙宜珍的後人為主 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在法海遺珠收到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些 跟告斗有關的一個儀式 再道法會員就幾乎未收 可是驅邪儀式則是跟雷法儀式 比較多你可以看到那個 藕斷失聯的一個關係 那透過這個數位人文的一個分析 其實我們也會留意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因為這個東西就有點像是 我們找到一個理論架構去解釋 這個理論架構可以解釋80%的東西 可是你發現 有其他20%的東西 怎麼會跳脫了這個架構之外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就 可以進一步去追索 這些我們沒有留意到的一個東西 那它的一個意義可能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做這個研究的一個好玩的地方 因為我們當初真的就是好玩 那也玩得很開心這樣子 就是完全 因為它完全不在我什麼個人深等的 規劃的論文裡面 完全就是一個好玩 某一天偶然相遇 然後我請他吃頓飯就說 我們來做吧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好玩的一個地方在於就是說 以往我們對於法海遺珠 或到法會員 因為他收的法術系統很多 所以我們對他的一個描述 都是一個概況性的描述 有一點模模糊糊的 可是可以透過數位人文 跑出來的一個結果 我們可以更具體的 告訴你這一部大部頭的書籍 法術會編它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結構 它核心的一個概念是怎麼樣 那對於有興趣研究這兩部書籍的人 其實你會有一個比較方便進入的法門 像我自己從博士班三年級 開始想要做這個題目 然後我寫到 我博士班念到七年半才畢業 等於花了四年半的時間 到最後我只解決了15卷的問題 那問題是這兩部加起來有300多卷 我其實只解決了15卷的一個問題 那其他各卷其實還有很多 很複雜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是有很多 可以更細緻研究的一個空間 那所以我們做完之後 那個有榮跟我講那個知識本體的概念 我們那時候其實就想邀集一些 其他對於道教有興趣的學者 其實不只集中在法海遺珠或道法會員 因為六朝以來的 不論是上清經、領寶經 其實也都還滿適合使用 知識本體的那個概念 我們本來是想說 我們可以分不同的區塊 不同裝藏的老師 然後帶領著學生 我們可以不同的區塊 嘗試慢慢把一個 道教的這個知識本體 慢慢建構起來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一個展望 那永榮他也是很樂意 因為他覺得這個東西很好玩 尤其道教本身是一個非常有結構性的 因為儀式本身就是一個穩定的結構 你不可能今天一套、明天一套這樣子 讓大家會覺得 那儀式到底有沒有一個準則 儀式基本上 它是有一個標準性的一個存在 它非常適合用這一套技術去做一個操作 跟相關的一個研究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心得 那我也想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之所以想要做道教知識本體的部分 其實就是還有一個單純的想法 就是因為我們除了要把知識本體建起來以外 我們覺得說其實越多人來了解道教是越好的 所以呢 我們在知識本體裡面還加一個 GAP的思學化的過程 所以呢他不管是 以後就不管是比較專業的研究學者 或是一般人他看到這些道教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直覺的思學化的改變 然後很明顯的關聯 這樣其實一般人他也可以提升 對於什麼他 對於這些經典或是道教的興趣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透過 在建立這種數位化的過程裡面 再多一點視覺化的想法在裡面 不僅是就是可以提升就是專業研究者的興趣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也是可以提升就是學生 然後或是一般民眾對於道教知識的了解這樣子 那簡短的補充 謝謝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之前就商量 我們大概就花花一個小時 然後其他一個小時可以跟大家交流 我們不是我們主要的其實不是想要陳述我們的成果 而是可以把我們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如果說對於這裡面使用的一些技術 或有什麼概念不太一樣 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提出來 因為我當初我們碰面在閒聊的時候 其實也是這樣 他跟我講現在數位人文有很多很多技術 比如動詞系統怎麼樣怎麼樣 社會網絡 然後他跟我講的時候我一約有一個概念 那我接著就會去想說 那這個技術他可能適用在什麼樣的一個分析上面 那但是我不確定行不行 所以我們就必須再討論就說 欸友榮我現在要做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這樣來做你覺得可不可行 我們就是透過這樣討論然後去交換意見這樣子 因為這一套技術有時候用在別的經典研究不一定就那麼實現 但是他的好處就是他告訴我 我現在手上有這幾套功夫 那我要用哪一套功夫去做這樣子 但是我們也是會有一些就是 我們彼此討論的時候會有一些特別激盪的結果 那像學長有時候他也會給我一些很複雜的文本 那我會跟他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比如說他上次給我那個籤詩的 就是裡面都是一些解籤 什麼疾壓兇啊等等的這些 他可能就比較屬於斷詞的部分 那可能還要加上一些情緒詩 因為他那些詞句都很兇型 不是大吉就大兇這樣子 那我就會建議他說 可能要透過其他的數位人文的方法去呈現 會比較好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 數位人文他就是一個 在我自己情形的理解 因為我博士論文也是做數位人文的相關 特別是在社會網路分析的部分 是我博論的主題方式 那其實我覺得以我自己情形的理解就是 如果有兩個學者 那一個是跟數位比較有關係 那一個是跟人文比較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增進彼此的動作 那除了針對就是 也可以就是更了解道教 或更了解數位一點 那我覺得可能這是 未來的一個稍微比較特別的趨勢就是 除了把數位化 就是建立起來一個數位典藏以外 那我們現在進一步到數位人文 就是除了典藏典藏 意思好像就是我們把它從傳統的那個書籍 變成一個數位化 只是掃描起來而已 但是你還是沒有找到一個方法去開啟它 那我覺得透過數位人文 他很像是有一個方法 那就是透過不斷的嘗試 然後可能從進 畢竟時間 就是研究的過程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讓它慢慢變得更好這樣子 那也希望就是今天的部分 不知道 舊方法或是舊道教的部分 我們可以就是提出一些議題 大家可以去討論這樣子 對 那也希望可以給我們一些指教 就是說看看有哪個地方 覺得做得不好 或是不夠清楚的地方 的話我們也可以再調整 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二位 靜靜的報告 嗯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然後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靜 我不知道賽上的人 馬上有問題 有問題 因為剛剛就聽了一下 我發現你們是就是在那個 關降的那個升降的那個部分 我有一點想法 我想說通常透過你這樣的一套分析 有沒有可能把那個降掉 就是升降的原因 把它納入研究的裡面 因為升降 就是說他的那個升降 官降的升降的位階的升降 其實可能他不是只有在 譬如說他的法力高低啦 或者是說他有什麼信仰上的 就譬如說這個時代 除了朝代的轉換 可能有他的原因以外 可能譬如說他可能不一定 不見得就是只是一個 你這個時代的時候 這個某位官家所受到的重視程度 或者是他的法力高低的動作 有沒有辦法透過這樣的一個研究 去顯示出來 然後像這種分析的話 是不是重點會在這個 就是比較不具體的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全部在這個詮釋人員的身上去 去瞭解說這一套系統到底是怎樣的一個 來容去嗎 還有就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們在道教研究跟數位人員文這個 兩個用它去相互去做 就是輔助的這種情況之下 有沒有怎麼樣的 發現有沒有怎麼樣的局限 就是說你們會沒有辦法突破的那種局限 大概是這樣 OK 好 那個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升降的這個東西就是 這就是需要人文學者跟數位學者合作的一個原因 因為他當初跑出數據的時候 他又跟我講說 欸 學長我做出這個東西 你看很有趣 然後他做出來 他就說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有趣 那我心裡想說那個升降那麼複雜 搞那麼多升降幹嘛那樣子 可是他跑出一個東西他覺得蠻有趣的 那我自己是做這個研究的 我就必須得要去解釋原因是什麼 這個解釋就是仰賴人文學者 我們之前的一個研究背景 我們去做解釋這個東西 那當然這個詮釋權不是我說了錯 不是就是說我自己就是憑著 跑出來的數據去說明這樣子 我配合相關的一些研究的一個經驗 或者是那個之前做過前情研究的一些成果 然後我去做出一個我覺得相對來講 比較適切的一個解釋 像譬如說以這個來講的話的一個原因 就是為什麼像馬元帥、溫元帥、關元帥這些 後來會變成原本從原本的一個副將 上來變成一個主帥 因為到南宋之後他有一個趨勢啦 就是他們希望那個法術其實是要非常有效的 遜及的、非常有效的 那問題是原本的、原本的關將 他們比較多都是天上的雷神 那根據天堂預閣的一個規方就是說 我今天發布一個命令派遣這個雷神去執行 那幾天之內會回報 七天之內有回報就已經算很不錯了 七天之內沒回報那是就發第一線 第一線出去再等七天 然後再沒有回報沒有任何報應 譬如說好像最近都要下雨 我們要讓雨停 那七天之後還沒有回應 好那再發第二線 第二線就十四天了 那第三線二十一天 那這樣等一下就等一個多月了 雨不停也很難這樣子 這大教員一個騙人的伎倆啦 這我自己覺得啦 雖然我是大教研究者 但我不是一個完全的一個信仰者這樣 可是這對民間民眾來講 其實他們覺得這樣的一個回應 假設我今天是被血碎附身的話 那問題一個多月病都還沒治好 這樣是沒有 他們覺得沒有那個效果 到南上之後他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趨勢 他們喜歡用所謂 其實他們這個都是原本民間的神 都不是天上的雷神 都是民間的一個磁神 那這個磁神就是他跟我們在一起比較近 所以你召喚他來他不用從天上 然後再穿過天門或從地戶出來這樣子 你隨時這樣一到三天之內就會立刻有回應 那變成這樣的一個法 因為訓解又好用 然後這些神召喚過來又很方便好叫 那因此呢這個法也就流行 所以他就變成是他可以從原本的一個 龐大的一個法術系統他自己當讀出來 形成一套新的法術系統 這個是就我自己過往的一個研究經驗 然後我必須去解釋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結果 基本上也能獲得其他大家同行的 大家的一個認同 因為我們這個成果其實是有報告過的 那大家基本上能夠接受我這樣的一個解釋 所以這個也不是說我個人想怎麼詮釋 就怎麼詮釋 因為這個領域也不是只有我高正宏一個人在做 其實還是有其他學者在做這樣子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去做這個合作的時候 過程可能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的一個經驗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覺得我們彼此之間在腦袋裡面 描繪出來的那個圖像很重要 譬如說友榮跟我講他的方法的時候 那我大概會描繪出一個 跟他方法相關的一個圖像 做出來的一個結果會是怎麼樣 像我記得他第一次跟我講的時候是 等於是這個類似這樣的一個圖 因為他是做議會的議員嘛 所以他很明顯可以看到民進黨的議員是一區 國民黨的議員是一區 那當然那時候他做了一個比較好玩的 就親民黨分裂有兩個人 一個比較親國民黨 一個比較親民進黨這樣子 那他那時候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想到其實他主要處理的 社會網路主要處理的 就是人物跟人物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你如果掌握了這個方法的一個主要原則 那你就會投射出 那我可以用這套方法來做怎麼樣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研究 就考慮到對象的一個釋切性的一個問題 那剛好我做法海移住或盜法會員 因為他們這些關鍵就是人物 所以用這套方法來做他們之間的一個關係 我就會覺得也許可以試看看 我其實當初心中浮現的就是一個也許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其實研究的這個東西 也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試看看 那接下來我就是把文本拿給他看 然後我跟他解釋一下 因為他其實畢業之後他就不是中文系了 而且中文系讀到道經的機會也不是太多 那我就跟他解釋一下 這個道經的一個概念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 如果這個套下來做的話可不可行的樣子 那他也覺得可行 那我們就開始來操作看看 那我覺得因為我們就是奏片處理 就一剛開始做興趣的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一個 絕對要產出什麼樣成果的一個壓力 所以我們就就是雙方覺得可行 我們就去跑看看 然後試著把這個成果呈現出來 因為沒有結案的壓力嘛 所以我們就還滿自由的 就是我們自己相互配合這樣子 所以我跟他講的時候 他也描繪出一個圖像 所以他也跟我 他就跟我講說 那學長你必須得要做什麼前置作業 然後我就按照他跟我講的 然後我去做一些前置的作業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在做 那當然就是也會碰到 剛才你所提問的就是說 有可能碰到困難 就是像我去年應該說前年 前年寫了一篇有關簽詩的一個文章 然後我就會想說那簽詩 因為簽詩他不只是詞彙 他不是只是一首詩 他後面有很多簽結 那我自己描繪的一個圖案 就是簽結譬如說訴訟兇 然後婚姻疾 那我就在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就把這個東西也漸進去 然後做出一個哇這個簽 這個詞會對應到的可能會是疾或者兇 就像社會網絡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就跟他講 他說學長也許可以試看看 那我就先把我的文章丟給他看 然後再把那個文本拿給他看 然後跟他解釋一下 然後他看一看他說 欸學長這個我覺得可能沒辦法做 就是我想像的方法 跟實際可以操作的方法 就我腦中描繪的那個圖像 可是在實際的作業上面是沒辦法做的 那他就跟我反應 啊我就是想說 好那因為我們也沒有要自己做 我們也沒有其他的壓力 我們就說那我們就先擺著 我們再找看看有沒有適合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最熟悉的是社會網絡 可是斷詞不是他最熟悉的 所以他那時候就跟我建議就是說 那我可以考慮就是找做斷詞的 不是單純的斷詞 因為那個還涉及到疾兇 疾待兇這些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還要考慮到情緒性斷詞的 所以他就會覺得那一套方法來對應這個對象 也許是比較合適的 那我覺得我們主要的溝通就是我們描繪出來的 在各自腦中描繪出來的那個圖像能不能接在一起 我自己的一個今天是這樣的 不知道有哪個想法 好我補充一下好了 其實我先就社會網絡分析來講 就其實社會網絡分析 其實我當初看到道教的結構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想法是 哇這個好像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每次都歸歸那個方子以後 就好像召喚出一個寶樹出來這樣子 其實他就是 他就是我們講的就是很像一個隸屬結構一樣 他好像有一個世界 然後這個世界裡面呢 他就是裡面有出現的很多人物一樣 那其實社會網絡分析就在這個 在這種就是結構裡面 他在結構性的資料裡面就會 就會呈現得很不錯 但是呢 實際在做的時候發現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為什麼 因為道教的觀匠實在太多 有一千多個 那時候列出來的時候 我想說 哇 大家看到這張這麼簡單的圖表 就是好像很簡潔 但是其實他實際在操作出來的時候 他是一千多個觀匠都在上面的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就是 像丁聖有沒有 就是他一個人孤零零的在一個角度 就是你會看到很多繁星 然後就是他鼻子間沒有關係這樣子 所以呢 其實我們後來就是經過這次的研究啊 其實也出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就是 我們不要做大而美 我們要做小而美 小而建議就是 社會網路分析他在操作的時候 他也是喜歡就是大概 一百多個觀匠 或是一百多個人物之間的時候 他呈現出來的東西是最精準的 然後在這一百多個人物裡面呢 他彼此間關係很明顯 像是舉例來講 像我們在議會服務嘛 那我們議員只有六十四個 那六十四個他們彼此之間 每次提案的時候不是只有國民黨一組 民進黨一組 他們有時候還是會互相合作的啊 針對這個區域或是什麼 那他們之前聯繫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時候 他做出來的圖就會很多集結的效果 你看目前看起來 觀匠的研究的部分的話 他都還是 點對點比較多 沒有看到很密集的線 那 我覺得如果 在思考以後的話 就社會網路分析的部分 可以就是在 做的 找一個更密切的一個類型 那他們之間交流是很密切 那他可能關價也大概一百位而已 我們可以就針對這個類型去做 去深入的做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套點很多不同的社會網路分析的指標 因為他指標其實是非常多 就是 UCI內的功能是非常多 那 有更多的指標去輔助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輪成一種 像是看圖說故事的困境 就是 我們有一張圖以後 我們去解釋他的結果 而是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指標 這個指標他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譬如說這個關鍵很重要 但是我們用三種不同社會學的指標去分析 那分析出來的結果 他就會比較有代表性 就是 三種指標 那每一種指標都有自己的公式 那他算出來的結果 都證明他很重要 那他是不是就是 相較之下 我們比較可以去說服 說他是重要的 如果 如果你們每一卷都出一個圖 每一卷都出一個圖 不是 因為你的一卷裡頭 就是說 他們這些關係性 應該比所有合起來高嗎 對不對 因為他為什麼會不會放在同一卷嗎 所以 如果你要做一個比較小的 你剛剛提到人物比較少的 或許 一卷呢 一卷試試看 因為你們都有data 他這個是 您提到是一個很有趣的原因 就是 如果以卷期來做的話 其實我是 一卷出一種這種圖 博論的時候也是用戒期來做的 就一戒做一個 但這樣子他也是關係很密切 那卷期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回去看一下那個文本 對 因為文本的部分的話還是 必須我們彼此先討論看看 其實就有點像是我們怎麼溝通 像佳翰你提到就是說 或者像友榮東我講說 其實學長我們不要把這麼多套法術都放進去分析 那這時候他跟我這樣講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那我要怎麼去挑 因為我今天不是 我要先講一點前提 因為我們做這個東西就是做興趣 所以撇開就是很功利的 我們要做出一個看起來很炫的結果 去基於學術結束 我們不是要做這個 那因此我就會去想說 那按照他的這個提議 我就我對法海遺書或道法會員的一個熟悉 那我要怎麼樣去挑選一個比較適切的範圍 或者比較適切的文本出來 做出一個小而美的東西 譬如說1到54卷可能是 1到55卷可能是比較屬於青微派的東西 那我就挑1到55卷 我就做出一個圖 如果真的再不行 因為30卷以後大概比較多是文件 我就是以1到30作為一個 一個小的 小的一個 一群這樣子然後去做圖 然後分幾個區塊去做圖 透過我自己的專業 然後我把它們判斷歸屬在同一類的 然後做出不同的圖 然後最後看這些圖之間 能不能再有一些相關的一個連結 應該會長得不太一樣啦 對啊 因為這個是把全部的東西 把它都丟進去 就把它視為一個整體 就為一遍這樣 它是我們一個嘗試的小興趣 就是先試看看這樣 然後後續我們還在繼續發展 其他不同的類型 你的意見我覺得很不錯 我們可以回去的時候把它看看 這樣做 我們會有點有趣的結構成生 當然不是 那就第二個部分就是關於說 除了社會往後分析以外 我是從方法的部分來思考 就是其實我也有跟學長討論說 就是其實中文系跟歷史系 好像有點多 就是中文系的部分的話 好像都是文字很多 然後他以前我在念中文系的時候 很常賞詩啊 然後或者是做什麼詞選這樣子 然後就是很多都是看他編文字以後 去評論的東西 那歷史系的話 他們是很多人物跟人物之間 他的關係 比如說莎士比亞 馬克白等等 國外都很多學者拿去做說話 那我們碰到就是說 這種針對中文系類型的 文本型的文章的時候 其實他很少會像是道教研究這樣 就是會有一個很明顯的結構 他就是有一個關係 固定的關係 他每一卷 每個法術都有一個關係 所以變成說我們要找關係的時候 變成說要怎麼去找到一個固定的結構來進行分析 這是我覺得在中文系的部分的話 會一直我們不斷在思考議題 就像是剛剛學長提到的林謙的研究裡面 那我就會判斷說他其實因為是文本嘛 然後文字很多 然後他其實做斷詞再配上情緒值的詞固會覺得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他情緒值的詞固就是他會針對奇修 就是開心很開心或是愛之間的等級都不一樣 那情緒值的詞固會給他分數 那除了斷詞以外的話 他如果有這些詞加進去斷詞的話 他就會很明顯有一個就是很有情緒的結果 或是就是可以判斷說就是聲量 就是那種好壞這樣子 就是這個前詞他到底要表達是好的意思 很好或是很不好這樣子 但是他都是文本 那我覺得中文系裡面或是文本 可能就裡面比較突破的是 怎麼去思考他裡面有一種固定的關係 去呈現在社會文後的分析 那就是從方法的部分的話 可能一些就是目前操作的事情 雖然我們是做道教的 然後我也不是做數位人文的 因為我自己目前博士作文的題目 我可能會親戴個宮廷系 就是也會涉及到一些影視劇的方向 但是我其實有參與到浙江大學和哈佛大學的 他一個數位人文的校圖裡面去 然後我是當時我們是做那種學術地圖 然後當時我們做出來的地圖成果大概是長進樣子 我們是用QGIS做 然後我有負責兩份 一份是一個宮廷系的作家張兆 張文明他的一個行跡圖 就是一生的行跡圖 然後還有一份的話 是四川的一個線 宣漢線制的一個人物分布圖 所以我當時在做的時候 我是特別能理解 所以這老師說的Excel很痛苦 因為我只做了兩張圖 大概做了一千多條Excel 然後也輸入了很多東西 可能做Excel大概花了我半個月 然後用QGIS只花了我半天 就做完了 對所以我也很能理解 因為當時這個項目的老師他有講說 現在就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古典的文獻在東方 但是數位人文卻在西方 所以這老師要怎麼樣 就是在這邊把自己的數位人文給做起來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可是當我做完這兩張圖以後 我就發現我作為一個中文系的人 我很痛苦地學了QGIS的這個技術 但是做完這張圖出來 我不會讀它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去讀這張圖 就這張圖它在我看來並不是那麼的直觀 它沒有給我一個年樸那麼直觀 因為我當時做的Excel就是一個年樸 就講說張兆他這個人 他出生的時候是在哪裡出生的 然後他可能20歲的時候他在什麼地方 然後他近年做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那個Excel反而對我來說相對比較直觀 所以我做完這張圖之後 我一直都沒有用過它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用它來寫漏文 我也不知道能從這張圖上發現什麼 然後包括剛才鄭老師講的那個什麼 是知識的那個 知識版體 知識版體 我們會唸 對 它是那個Gasby 是嗎 那張兩張圖 對 然後包括這張圖 就是那個中間的這些線條 然後剛才鄭老師說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在這兩張圖上面 可是這樣看起來的話 就像我的形跡圖一樣 這個線其實非常的分乏 所以我讀圖的時候會很痛苦 那我想說如果是QG S 因為它是形跡圖和密度圖 所以這些線肯定是要有用的 就是它從哪裡到哪裡 點個點之間的位影 那在這個Gasby上面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些線都去掉 直接把這個圖更加直觀地呈現出來 可以嗎 可以 Gasby它其實 它自己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個 適合往後分析的軟體 它自己把它自己定位成一個 視覺化的軟體 其實我覺得它蠻好用的 對 而且它有很多人才用 所以你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你用英文就是顧問一下 它都已經有人幫你問過這個問題 而且它有非常多的套件 就是你可以在安裝它 就是很多人它針對它不同的小功能 就是像剛剛老師講的 就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小功能 它就會有一個自己寫的小 就是程式 那它都可以裝在Gasby上面套進去 我覺得搞不好很多的是跟地圖有關 就是它很多都可以直接寫那個 很簡單的程式碼去 在Gasby上面它就可以 線上把資料櫃的資料撈下來以後 直接用Gasby去做視覺 那你說的這個線 它其實只有一個按鈕 就是把線去掉 它就不會有線 好 然後或是 什麼是什麼 對 或是你想要換顏色 或是換線的粗細 或是就是點的大小 我是以為它這個線的標記 就跟我們用Gas一樣 說明這兩個主體之間是有一種關係在的 對 是吧 它如果是比方說這兩個觀像之間有一種關係在 所以我們給它畫一條線 可是如果這樣的一個視覺效果呈現在我們面前 這個線已經複雜到沒有辦法去理清楚 那所以我們讀圖的時候實際上是非常的困難的 我覺得如果要做它的關係的 沒錯 這就是產式的角度不一樣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需求 那為什麼我就是 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認為Ganfrew或社會網絡分析 為什麼要那麼多謝 其實因為 因為他們強調的是關係 他們強調的是關係 他們關係的來源是結構 結構就是說 早期的社會學家 為什麼要變成社會網絡分析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強調的是 這個社會上的結構 就是一種環境 他對於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那所以他才會有這麼多謝 因為他覺得人不應該只是個體 他覺得是要探討這個 對這個群體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他觀察的是一個現象 那他觀察這個現象的時候呢 他就不太在意這個人是什麼 他只在意這個群體 他也不太在意線 而且你們彼此之間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他只在意某一種關係 然後他剛開始他其實1911年的時候 就有人這樣子在做 但是其實那時候他叫黑暗時期 就是你就只會看到就是像這樣的圖 就是點很顯 但是或是就是單純像是畫一張圖出來 他沒有分析 後來是在哈佛的時候 有一群社會學家 然後呢 他們跟數學家討論 他們都是哈佛的人 然後就是 他們發現說 點跟線的關係很像是矩陣 可以用矩陣去描述 那有矩陣以後呢 0跟1嘛 所以他為什麼我們coaching的時候要0跟1 因為他就可以建立一個圖論的矩陣 就是點跟線是0跟1 很像電腦有沒有 所以呢 他這樣就可以有矩陣以後 可以用數學公司去算這些矩陣 那所以他才會有社會網路分析出來 就是他的脈絡是這樣 就是從剛開始的就是單純點跟線 後來變成是有數量的背後在裡面 那那時候他們叫做哈佛復興 哈佛復興就是社會網路分析開始運用的時候 那早期的時候是運用在社會學上 後來就是一直不斷的被不同的領域的學者開始介入 那不同領域的學者他們關心的議題就不太一樣 像社會學學者他們會運用在 或是管理學學者他們會運用在管理理論裡面 他們就很強到團體 這個團體裡面說同質性高不高 欸我同質性高的時候 我是不是我管理這個團體的效率就很高 所以他們才要分群分團 因為他們想要知道的是 這裡面的人同類型的人高不高 所以他們就會去發問 你跟誰好不好啊 你跟這個公司裡面的人大家好不好這樣 所以管理學他們就開始就是 欸也想要這個部分 他們會 那另外一派的管理學派就會覺得說 欸也不一定是這樣寫啊 就是我如果套用在管理上面 的確同質性的人比較容易管理 但是如果這個團體裡面 都沒有其他聲音的人的時候 我是不是好像團體裡面多元性不夠 一直性不夠 沒有其他聲音我沒有辦法創新 所以他們就開始有很多的爭辯 那很多爭辯以後 他們就會去找數學家來幫忙 就是做很廣泛的研究這樣 所以後來就會有什麼 像大家講的小世界啊等等的 其實基本上都是從社會網路分析裡面 慢慢去延伸出來的學派這樣 那針對就是社會網路分析的部分 那大概就是 除了圖以外啊 其實它最重要是後面的一些 研究分析的結果 那我覺得其實 GIS就是您講的那個地圖啊 也是數位人文裡面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我是會想說 怎麼去把它轉換成分析 因為聽起來好像是 目前是一張圖 但是這圖你沒有辦法去 說出一個很漂亮的故事 或是讓人家彩性的故事 那你或許可以是看Gafi 套一些套件進去 Gafi裡面它有簡單的 那這個社會網路分析的功能 你把東西先揮進去以後 你可以先分析看看 那就不一定只有圖的整件 或是地理的區域的變形 那你可能還會有分析的記憶 我自己的請見 謝謝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那個法海引珠 那本書我沒有頒過 但是在魏老師的課上 我沒有講到那個刀法會員 然後我還特地去頒過 刀法會員這本書 結果我發現他這本書 我們上課也講過 他有一些把氣的一些圖畫展現 然後包括他的符咒也是有畫出來的 所以他這本書在我看來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是textuality和visuality的結合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數位人文 好像暫時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就是他visuality這個部分 那我們目前好像只是集中在觀匠 或者說他法術的這個類別 它到底是雷法還是火法還是驅邪 那我們要怎麼把那種符咒 他畫的這個方式 因為我覺得這個畫畫很重要 所以好像我們目前在所有人文中 是不是沒有辦法把這種visuality的 這本書visuality的部分 然後放到裡面去 就是我們可以點它出來 就可以看到這個符 它是在書上怎麼畫的 好像只能把文本文字做一個輸入 是不是目前是可以這樣子 目前的困境確實是這樣 因為像那個松本他們就有做過 就是說他們原本有一個 松本浩一是日本的一個學者 他們原本想要把到法會員所有的符放進去 放進資料庫 然後透過電腦演算 譬如說他設定幾個節點 然後這幾個節點相似或者相同的話 他就會認為這個符跟符之間有連結的一個關係 所以好幾年前松本老師他們在做啦 但是這位做好像就聽錯了 因為圖會有變異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困境就是在於 這些符它的一個變化性高 所以你只是透過電腦演算去判斷 它是不是同樣的東西 其實很容易出了 很容易會有判斷失準的一個情況 就某一部分還是得要仰賴人工 可是如果說反過來 我先講一下 所以松本老師對我做這個東西 他一直覺得很棒 因為他們的計畫已經中止了 所以他覺得我應該繼續做下去這樣子 那但是反過來 如果說延續松本老師他們的那個思考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符漸進資料庫 然後我們透過電腦設定某幾個點 然後碰碰他們的一個關係性 那就像剛才友榮所說的 最後的分析其實是仰賴研究者 電腦的 電腦它的 或者是數位的一個分析好處 它可以幫我們盡量把有關係的東西拉出來 那我這一 就是假設有100道符 可是他幫我拉出15道比較有關係的符 看起來比較相近的符 那我去做分析相對來講會比較容易一點 不然像我自己的一個經驗就是我讀完 到法會員 然後哪一道符跟哪一道符是相似的 完全仰賴的是我個人的記憶力跟閱讀經驗 它沒辦法透過更有效的方式 去尋找到它內在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是目前是還沒辦法突破的 因為主要是它裡面有些符是核心符 核心符就是它比較像圖畫 所以那個辨別會比較難 如果是撞文符的話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它的線 它是主要是線條 那這個我有問過資科系的老師 就是廖文鴻老師 他有跟我講說線條的部分容易處理 因為那個電腦的一個判斷比較容易做得到 可是到法會員裡面 其實有非常非常大量的核心符 狀文符其實除了在輕微派的那些是狀文符 其他大部分是核心符 所以那個要判斷上面會比較難一點 可是如果說啦 我們不要把它想像我們要見 就是透過這一套技術 然後做出一個很完美的結果 我覺得是可行的 可以做看看 我們不要先期待它一定要做出一個 完美的一個結果 然後我們可以去做一個 一套非常有效的一個分析 我覺得是也許可以嘗試啊 只是因為說實在的 結果我們這真的是亡掉性子 所以我目前也還沒有特別去想說 我們要去申請一個計畫或經費 來支持我們來做這個東西啦 但是我覺得是可行的啦 至少在我腦袋裡面先購出的那個圖像 然後我跟他們幾個討論過 我們覺得是可行的 有database已經出來了嗎? 就是初步的database 因為我不知道松本老師 他們那邊的東西是怎麼樣 我有聽他報告過 可是他們方不方便跟我們分享過 我不知道 可是他們那邊有database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 就是你剛才秀那個圖 就是那個刑機圖 因為其實像那個誰啊 李老師他太太就是劉苑如 研究院的劉苑如 他也做了很多中古升能的那個刑機圖 結果也做出很多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一個技術 剛才友榮也特別強調就是說 我們運用這一套技術 可是更重要的是背後的一個分析 那我自己覺得與其說背後的分析 那我們不如先想想就是 我們想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運用這一套技術 然後把這些資料丟進去 我們想要解決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譬如說他的行跡的路線 他經過哪些區域 然後他出生在哪裡 他經過哪些路線 那我們把這一套圖做出來之後 我們想要幫助我們可以解釋什麼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那去做就沒有意義了 那可是反過來如果說 我們套用其他的方式 譬如說他什麼年份 然後在這邊寫了什麼樣的一個劇作 如果說是在一剛開始 以中文系的訓練來講 就年朴研究的話 那用這樣的一個圖 其實就套Gaphy的話 那其實或套知識分體的話 其實這樣的圖就非常有幫助 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 更快速地去掌握這個作家的一個生平 還有他創作的一個情況那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我們先想要 想看看自己想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考慮我們選擇什麼樣的技術 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當有這個成果出來的時候 那你要想說 那我這個成果 可以放在哪一個脈絡裡面 幫助我去解釋我要處理的問題這樣子 謝謝老師 我自己的一個想法是這樣 我又一個問題想要問 蔡友柔 就是因為那個我剛才說 我那個根子之間有用過 然後我們這裡也有 另外一個林欣梓老師 邀請跟我們去找我們一個概念 然後他到最後 唐勳全老師嗎 唐勳全老師嗎 你還記得 應該是唐勳全老師 因為我之前有看到還放 好 就是他到最後有大概23床 就是突然泡了那個UCI 然後我這個時候已經 好像第三個小時已經跟不上了 所以我就很想問一下 因為我很好奇 你說的那個 把那個雙模 把暗和平淡模 因為我現在也在 就是想要做一個 就是從出版的角度 看一下就是晚應跟清楚 小說之前的關係 然後我現在出版的時候 就是通過人部 還有通過書房 都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真的感到 你這樣子把那個 課衣法名拿掉 是不是我們可以把那個 樹跟樹重建的那個關係 拿掉 就是不知道看它 是不是哪個世界的關係 所以這我想了解一下 你覺得這個可以 就是像我剛才說的 就是GAP的話 我遇到問題 可以稍微顧問一下 有這樣的可能 就是學到 其實我今天來的時候啊 我就想說 可能會有人問 什麼雙模種單模的問題 所以我就用 雙模種單模 為關鍵字去找 那我找到類似幾篇 不管是英文或中文 他都會跟你講說 怎麼去轉 那其實我簡單的簡介一下 那個轉的方式好了 其實在UCINET裡面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從UCINET 就是老師會介紹UCINET 是因為 UCINET它的雙模轉單模 是比較完整的 你如果從GAP去轉的話 你有些資料會遺失掉 所以如果要從雙模轉單模 會建議從UCINET裡面去跑 那雙模轉單模的時候 因為他變單模 那你要決定說 你什麼是要為主 比如說 我的是科儀的法名跟關鍵 那我是要轉成 全部都是科儀法名的 還是全部轉成是關鍵 所以他會要你選說 你是要轉成關鍵 值得還是很 然後方向性 方向性就是說 他們彼此之間是 像是單向還是雙不像 比如說我們之間的關係 是互動式的 還是我命令你的 我召喚你就是單向 對 那你要先決定好這一切 以後呢 你把Excel檔會進去 它有一個Nature的功能 Nature就是 展示它的分析的結果 然後它裡面呢 會有一個雙模轉單模 2-mone to one-more 的案例 然後你把這些都設定好 以後呢 你就會有一個雙模轉單模的檔案 然後你把這個檔案 對不起有點複雜 那檔案它會有兩個 它一個是屬性檔 一個是圖像檔 你先存檔 存檔以後呢 你要把UCNate關掉 關掉以後 再匯入那個新的檔案 新的檔案到UCNate 你就會得到一個轉好的單模檔 那它是有統計的基礎 對 如果您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那個 社會網路分析的相關的書 它都會跟你講說 為什麼 這樣是成立的 為什麼雙模轉單模 以後 他們去做 他們怎麼去做統計的檢定 為什麼這樣是成立的 對 那相信 我們那個同性背景也完全沒有 沒關係 因為我自己也是中文系的背景 覺得可能會造成一個困難 那簡單講就是 它就是會把資料轉成零 到一之間的數值 就是因為社會網路分析 只接受零到一之間的數值 不管是 比如說你原本的數字是 我跟你接觸了五次 那我們這一個就是田路 或是什麼樣 它最後都會把它轉成零到一個 它叫相領次的群質 就是 彼此之間是 表跟列都是一樣的 對 那您可以試看看操作的方式 那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可以私下再討論看看 謝謝 但我覺得您的議題 這個是 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您的Eseo 檔落 就是兩種資料的話 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老師是只做封生妍一本嗎 就是從零到勤 還是其他小說都要 其他小說都要 好辛苦 對 這個 這也是我的一部分 因為 二位現在就是 因為有興趣來做這個 但是如果有 什麼 就是做實生 活實生 問一下 我如果有做這個題目 然後就是 時間比較有限 經費有限 也不一定能找到一個 過半 因為 限於它 什麼 呃 其實 經費的問題 其實我們沒有任何經費 我們就是 就只有 互相請私房的錢 然後我去找他 他請我私房 他來找我請他私房 這就是我們的經費 就是其實我們沒有 沒有 或者就是有需要一些經費的話 我這邊可以 透過我自己直播一些經費 我說一個經費的問題 因為是 就是現在滿多 就是數位人們學的 演奏會 還是 其樣的演奏 就是我們 中大也是 就是我們 我們華人和華人 這些演奏中 他們也就是 做平台做平台 然後有 幾個助理來幫忙 所以 就是一般 就是博士上 都不會有 做出一個平台 然後 進幾個助理來 來幫忙 做那些事情 所以都是 比較靠自己的 對 我想到的方法 大概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那可能就是 你的研究生自己 去學習技術 這個就是 譬如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他去唸圖詞 所以他原本是中文系的 然後他去學了這個 這些東西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方法 然後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像我這樣找到一個朋友 幫我這麼做處理技術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 因為現在 以目前台灣法規的一個關係 因為碩博論文 還沒有就是聯合化名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以現在來講就是跨領域的整合 其實是滿重要的 所以其實以文學院內部來講 我們自己有圖資所 所以就文學院內部 不同系所跟圖資所的一個合作 我覺得那個法理是要打破啦 那只是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主體性中心裡面的一個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說 就是說 他是不是有不同的系所可以相互整合 所以他沒有佛術社群 他有這個佛術後 所以已經沒有那個弄文的問題 那就只能仰賴自己去 以目前啦 以目前的生態來講 只能仰賴自己去找資源 就去圖資所修課 看可不可以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找他來做這樣子 就只能仰賴 仰賴 就 靠個人 對對對 因為 以現行的 我所知道的課程或學校提供的一些 研究資源 似乎不太提供這樣的一個選注 還有一種辦法就是 呃 如果有一點點錢的話 可以到淘寶上找人幫你做 哈哈 因為他們每次有很多 專門選定委專業的 就是然後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跟他在結上 你可以跟他在調 就是那個甲方 對 你可以跟他去協調那個結果 因為當時的話 我們 我們是暑假參加了哈佛文和尊大聯合的那個 學術地圖發布的項目 嗯 我們可能一個月之間大概是有 200多個碩模式學生在做地圖 然後一個人要做兩張 所以那個效率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就 意味著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當時就可能出了四五百多張地圖 然後就瞬間就發布上去 哈哈 對 我們之前是有培訓 就是老師會給我們上課 然後教我們怎麼用那個QGIS 嗯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Excel 相對來說 雖然他可能繁瑣 可是對我們來說做黏譜的工作是 中文系 對中文系來說相對是比較簡單 本來那個QGIS 我們就學了很久 對 雖然他花的時間少 就是學很久 對 對啊 我印象那個好像現在圖黨所 就是我們學校文學院的圖黨所 他們有開一個數位人文的學程啦 如果碩博士神想要做數位人文研究的話 也許可以去上上他們數位人文學程的課程 那是不是有教這個我不確定 可是我知道他們好像有一個這樣的學程 對 學習這樣 有一個台灣數位人文學會 他裡面會錄製一些儀圖 他裡面就有Gafi 對 因為我學Gafi是因為那時候在圖織系的時候 他剛好這些軟體都有教 那主要是一位唐木群老師 那我看之前 主體信中醫師這邊好像有請他過來演講過 那他是靈魂跟Gafi相關的主題 對 那老師他對於這一塊的話 他雖然軟體上面操作者還蠻非常新鮮的 那我那時候是修不同老師的課 那就是關於社會網路分析跟Gafi的話 就是唐木群老師那邊 他我從那邊學習到非常多 那知識本體的部分的話 是從以前的台大圖織館館長 就是陳雪華老師那邊學到的這樣子 對 那我自己是 是 就是我 因為老師都是做不同塊的領域 那我那時候就是在想說 其實知識本體他 他在我們圖織系做的時候 其實他的角度不太一樣 因為圖織系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很強調就是 你看那個圖織館 他就是 他東西都要編碼得很清楚 所以知識本體他早期是 被我們拿來做編碼的 就是他都有很多國際詞彙的控制的標準 那他只是希望說在未來的時候 可以跟國際去做解決 那我那時候有學 所以我會分析 又有學知識本體 我覺得其實 他們概念很Lazy 那只是說 知識本體他中間那一條關係裡面 有一個很明確的界定 所以我那時候多做了一個 把它匯到GAPI的動作 所以如果您 如果有興趣是 知識本體 把它匯入到GAPI的部分的話 那時候開發出來 我這個人生 你大概沒有注意到 就是你這個 是用GAPI把它試學化的 但是你之前是用 用這個 是那個 Prot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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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知識本體相關的 也是那種 Open Source 對 它也是 它是史丹佛大學開發的 它現在都還有在跟寫 對 然後 我是把它匯到GAPI裡面 所以你看GAPI 它其實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對 然後 它也是你把那個 畫素移動 它也會把那樣的 就是跟一個那個 Node有關係的 溫度 都會 是有把它的 它需要去做微調 就是 我覺得難 我花了很多時間 是把這個 變成這樣子的過程 就是這個過程 我自己嘗試很久這樣 對 那 我覺得 但是做出來以後 其實 你如果實際看那個軟體上面 呈現的結果 會比圖片更有趣 比如說 你點到成也金骨的時候 只有它是亮的 然後跟它有關係的東西是亮的 其他東西 其他節點都是暗淡 所以它有一種動態的感覺 對 像那時候Apple給我看的時候 好像在玩遊戲一樣 或是它可以分時期 它可以變成一張動畫式的 就是不同明清時期的那種演變的結果 然後它就會一直閃來閃去 不同的地方 這個唐老師那邊 他自己有開發出來這樣 所以就是我覺得 Gaffey是蠻值得學習的一個問題 我們在合作的過程裡面 其實他有提到就是說 他們其實擁有很多技術 可是其實可能需要更多的素材 去運用這套技術去做分析 那人文學者剛好就是擁有很多素材 但不一定擁有技術 所以才促成了這個合作的一個因緣那樣子 所以如果說是一個人文學者 然後碩博士生他想要做這些東西 也許可以尋求圖當所或圖資所的人 試著一起合作看看那樣子 因為他們也缺素材 那我自己當然是不一定缺論文啦 所以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試看看的 因為沒有做看看 你怎麼知道會結果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試著做看看那樣子 不然傳統中文系的論文就是 文本分析位數嘛 那我們自己操作當然是很習慣的 那只是我覺得做為一個學者啦 就是以我自己來講找到一個工作 然後這個工作還算穩定 那我覺得應該是要做一些不一樣的嘗試 而不是我就這個工作做了20年 然後用同樣的套路一直做下去 所以我們才想說試著來看看 做看看 其實我在圖資系的時候 你會覺得天啊 中文系怎麼那麼多有趣的內容 或是文史者的人都好棒 你看像道教的議題或是不同的主題啊 連那個外國人都好有興趣 那像我們圖資系啊 我們圖資系它最早都在研究引用 就是一本書引用另外一本書 一個學者引用另外一個學者 這樣所以我們都是跟書有關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它就是 它比較沒有那種 就是引起那種國際的共鳴的感覺 就是它只是一個就是 引文跟背影的關係 那我覺得如果可以 雖然大家都叫我們工具人嘛 就是資系建資料庫或什麼 其實我們簡稱自己是工具人這樣 但是其實我們也很希望就是說 欸不同領域的學者 那欸他們有很豐富的文本 那給我們這些工具一點不同的嘗試 那也可以優化我們的工具 我們覺得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想法這樣子 那剛好大家都有不同專精的地方 那也可以討論出很不錯的結果這樣 那我自己是中文系的背景 還不是理工的背景 所以我覺得它不一定是很 比較很多會寫程式 或是一定要統計數學非常好的 其實我也是 但是我大概就是 因為國內社會網路分析的書不定 所以我是先去圖書館把所有的 英文的書看過一遍以後 大概有個底以後再去 社會網路分析有一個 它自己專門的期刊 叫社會網路分析 或analysis 就是它就叫這個名字 所以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非常古老的樣子 對 你看看它上面會獲得很多 對 來 開心 剛好 請你獲得 你們借我 李老師這樣 去健康忙 到時間了 對 最近已經到了 所以你們現在是 開始是從人物開始去做 也沒有可能是嗎 其實 要是也算 算是吧 然後做完之後 我們就停了一點 因為我在做別的研究 因為我在看所有網路 對對對 因為 就是 就是沒有壓力之後 我們就停了一點去做各自的事情 那時候我先投那個所有人 就是研討會 對啊 發表完之後 發表完之後就先去討論一下 對對對 我們就上庭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沒有 沒有真的很認真的去恰彈一個中長期計畫 但是我們就是希望 因為早期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做就是一些中心性的指標 然後後來發現 結果大部分的學者 他做的時候也都是 就是桃融中介中陰性 程度中陰性 期益中陰性 這三個指標 我們就想說 那 可不可以有更多的應用 不是只有 只有這三個指標 這樣 所以我們中陰庭的應用 那就是 那一年我其實也沒做什麼事 我就是 先去把這些指標都搞得懂 那就是 希望可以 不要 就是 做得這麼類似 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詮釋一個研究 那 反正 就像這種學者講 我們其實 比較沒有一個 就是 一定要 拿這件事去生理計畫 或是做一個 國際性的研究 所以 我們就只是 希望小人 就是可以在 在這個基礎之上 每一次都更津津一點 這樣 但是 但是好像還沒有 就是我看 尤其那種後會 都已經有 介紹一些結果 反正我相信沒有 因為我沒認真寫 因為分析是我寫的 然後我一直在待多 所以問題是在我身上 我是在他身上 就是 就是其實這個也是 你之前信裡問的一個問題 雙方合作 我們合作就 互信基礎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是還滿熟的朋友 很要好 我們一起打了四、五年的球 到現在都還在一起打球 偶爾還是會一起打球 互信基礎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這個合作的一個前提 就是雙方要有一些共同的認知啊 就是說我們希望把它做出來 可是必須要有人寫嘛 就是我寫一部分 他寫一部分 可是就是會有碰到的一個困境 就是說 比如有一個人待多 比如像我這樣就太兩臟了 然後我沒再做 變成他的部分就會停下來 然後因為他又是學弟嘛 他又比較客氣 不好意思吹學長 然後學長又爽死這樣 但是學長有負責任的啊 今天還有跟他討論我們 就怎麼去就是把基礎的一個成果 把它寫出來這樣 因為我其實寫了五千多字啦 我只是還有五千多字沒有寫這樣 不過有我能夠滿期待的 好 盡力而回盡力而回 因為我們其實另外一個目標啦就是 因為我自己做道法會員 道法會員其實接觸的人比較少 真的這個領域也算是比較人批一點 所以我們其實也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讓更多人可以進入到這個領域啦 這個成果那個有人有試過用那個風神演繹做過嗎 風神演繹 對啊 比如這裡頭那些關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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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風神演繹是不是比較適合啊 因為他那個關係 我這樣聽起來比那個儀式書 更適合他這個原本的工具的本質吧 我覺得風神演繹可以做一個比較 就是他後面那個風神榜上人的關係 可以比較跟前面人物在前面之前的關係 是不是有差別 還是也是類似的 是不是自己已經列了一個圖下來 就是把那個風神帶 對 沒錯 對 但是也 那個可 因為他都是 這個前面都是敘述 所以有 有看那個有什麼分析 就是他從敘述把那個人物關係怎麼分析出來 對 可是這個聽起來就比較符合那個 社會關係的這個工具的本質吧 可以了 因為他那個我就覺得 道法會員就是 比較是一個儀式書啦 好像 對 你會覺得那些被召喚出來的神將 是有關係 可是那個真的是社會關係 我不曉得 不一定是社會關係 可是他們法跟法 我們其實討論的是法跟法之間的一些關係 固定結構性的關係 對 但是因為有人說 就是風神演義的敘述是根據 比方說道法會員的那個 他們之前的關係 不是他裡面的任務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就我國很感興趣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看到道法會員的那個 他們之前的關係 是不是在風神演義 是根據他裡面的一個 是 援帥之前的關係 是不是有一點 對 我的觀點不是這樣 就是 梅寧寶的觀點是這樣 那其實梅寧寶他本書 很多人都批評過了 就李志田阿 王剛老師阿 然後 康報也寫過書評 其實他的一些詮釋是有問題的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 就沒有人做過風神演義這種東西 所以 就是沒有做過阿 做出來不知道是什麼樣子啦 是啊 搞不好有關係 搞不好沒關係 對 但是 因為就是 我自己議論的一個基礎是 風神演義的作者 不一定是依照道法會員 去副寫風神演義 所以如果要做是風神演義內部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處理的 如果說是要做風神演義跟道法之間的一個 跟道法會員之間的一個聯繫 我覺得就是這個問題的出發點 當然可以做 可是 因為Data Base有了 那可是 可是我覺得那個結果不一定會 會很理想這樣 其實如果以我的想法 因為風神演義跟道法會員 就要去看說風神演義跟道法會員 跟道法會員 他有什麼類似的地方 舉例來講 比如說 可是我就是單純的講說 他就是這個故事裡頭 然後這些角色都有 都有互相有關係嘛 有啊 就是分慘教跟結教 對阿對阿 我就說這就是更符合這個 但是溫主席 你看序子的話 你都要手工把它釣出來 對對對 刀包會員才可以 可是可是 我就說有關係或沒關係 就你要做這個時候才能夠判斷 對 大家是聽到說 對 但是我跟他說 為什麼還沒有人做 就是因為他比較 絲綢匪飾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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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個業績啦 對阿 而且我是有一個感想 就是說 如果你在報告的時候 你以後可以用一些錄影的方式 螢幕錄影 就是這樣就可以呈現 你剛剛講的那種 比較活潑的 對阿 就把它錄下來嘛 比如說你這樣 那這是第一次有人邀請我們報告 沒有 你如果一開始做風神演義 就大家比較了解 對阿 對阿因為到法會員 很多人也不曉得是什麼 可是風神演義 你看那紅樓夢 就一直做來做去阿 對不對 可是對我們來講 就是說沒有什麼意思阿 我們就對風神演義阿 戲遊記阿 那比較有興趣阿 對阿 我的意思是說到法會員 就是沒有風神演義這樣 響亮的名號啦 所以到那裡也 知道你 知道 知道你在做了 我們明年的目標 因為今年快過 風神演義 就一定會被中文系承認阿 那是你的業績 不會阿 我今天沒差 我有其他的業績阿 好怕 因為風神演義 我真的 我覺得不太知道他的文本 所以可能要真的回去看 所以可能要真的回去看 那是你覺得這個 這應該是不一樣的那個 真的沒有 譬如說風神演義可能比較 更像過這些 方便的文字 就是對著 那道法會員 他是基本上 他是道教裡面的一個 經典的一個文本 所以是不一樣的那種 研究的方向 還有說你所要引起共鳴的對象 其實也不太有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分析的角度 要怎麼去設定 還要再掃考一下 你要看我們本台 會比較有一個寫入法 對 但是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考 因為像紅樓夢很多人做 是因為他有相對類似的比較基礎 很多人會探討紅樓夢前面跟後面的幾個 一樣 是不是同一個人做 那是因為 他的比較基準點是一樣的 就是 前面是紅樓夢前半部的文本 紅樓夢跟後半部的文本 我們只要用段詞去 比較他的用詞的習慣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彼此之間的一些 就是是不是同一個人做了 或是他傳承的過程 那你說就是 關係的結構 如果 要怎麼去把兩本不同的經典去 合在一起 這樣可能就要看一下 因為那個 風神演藝 他詳細的文本長怎麼樣 才可以比較好去做判斷 對 風神演藝的 就是鮮容的詢問 都不可靠 不知道網路上可以找到的 這個可能有從那個 年輕版本 就真的開始做個 做個修改 有啦 有啦 有那個中國哲學電子資料 會有風神演藝的詢文榜 但是他那個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錯字 對 他有一些字 他那個變詞的話 都不太對要改 對啊 可是他是一個 你可以做為基礎的一個database 不過我自己覺得 如果要用數位人文的技術 來分析風神演藝 可以有其他的做法 不一定選擇用 社會關係網絡 社會網絡分析 因為他的網絡基本上 其實分析比較清楚 因為長教跟結教 結教幾乎都是 咒王那一邊的 長教幾乎都五行這一邊的 所以他的兩大群其實很明顯 但是後來的風神反優 會開始把他兩個放在一起 對啊 但是他有那個過程 是不是 我有一些想法 但是他也不是 不一定是社會網絡 因為他那個長教教 也都是有那個師父 然後有他的土地 然後有一些土地的土地 所以他是比較 是那種 那種Family Tree 那種 那種樣子 不一定會說 他土地是顯示什麼 另外什麼特別的關係 對啊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可能得要先設想 我們可以用這套技術 要處理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再選擇適合的分析方法 來把它拋進來 會比較理想一點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要做之前 我們會滿多討論的啦 對啦 就我對那個方法要有一些觸接的理解 然後他對這個文本要有一些觸接的理解 對 因為我要搞清楚那個道教 花了非常多時間 很想要直接丟了一本道把揮給我 我想說 這什麼 對啊 就是 所以彼此都要克服一個地方這樣 直接從最難的入手 對 因為對 然後裡頭的圖啊 對 圖真的是太廣步了 那個 那要怎麼分析 真的 對 完全不曉得要怎麼分析 就是 就是可能 我這邊得要先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概念 我才能跟他講 然後我們選擇一個什麼樣的方法來做分析 其實我覺得圖 我覺得不急 因為 為什麼 因為現在 你看其實世界上的趨勢都是先從文字開始 資料探勘 或是那個密詞分析資訊檢索等等 像Google 他也都是用文字去檢索 現在做得很好 但他用圖片去檢索做得不好 為什麼 因為圖片檢索比文字檢索複雜度太多了 他要去比對那個圖片的特徵的時候 對啊 然後要透過很大量的機器的學習 比如說他很多圖片 然後你跟你講說 你這次辨識對不對這樣子 所以他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目前技術還沒有發展的相對文字那麼純熟 那我覺得可以等之後的 目前是進展到聲音 聲音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那個你用手機講的時候 它辨識的效果比以前好很多 對 就是你只要有更新新的版本以後 你現在用講的基本上 用iPhone你直接講的話 我想買一支那種筆 就是我這樣講 然後他就可以把我的論文寫出來 跟前幾年比起來也好很多 他是一個演進的過程 從文字聲音 最後最難的是圖片 對 對啊 以後講課你不用開那個 他就自己 就跑出來 那我就買那支筆 然後我就說就可以了 我就不用打博論 然後博論就可以打出來了 好 那個作文 那個就是說田野啦 我覺得田野真的有差 你這樣就可以累積 很快速累積田野的資料 嗯 田野就是很多都是為了打那個竹字稿 對啊 以前打的要死啊 現在 對 這真的 之所以那個成果很慢 有時候就是因為那些 反問啊 竹字稿啊 然後你還要刪啊 沒有要塗 塗油你們會給他一個 譬如說標記嗎 你現在也沒有辦法 沒有我們還沒有錯 沒有錯 對 圖他技術真的比較難 因為他跟機器學有關 他會分好幾層 比如說第一層先辨識他的粗細或是寬廣 然後第二層是看溝那種就是一些 反正他有很多特徵值 他要一層一層去比對 然後每一層特徵值都要透過一個機器去學習他 然後你要為很多圖片給他 然後你剛剛講說我這樣分的是對還錯的 然後才能進到下一層 所以他第一個他需要很多道教的資料 然後他需要很多人力去跟他講說 你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 機器才會慢慢訓練得越來越準 對 就像早期文字的做法一樣 就是指揮或資料庫會先去念他判斷的對或不對 斷詞斷的好不好這樣 對 只是把這個方式想像成是立體的方式 從判斷一次變成判斷成十次這樣 你才有辦法去辨識這樣完整的圖片 對 我有天資科系老師講過 他們說那個發票的辨識現在可以到九成九了 因為那個發票號碼的形式是比較固定的 可是就是符的話因為他變化圖形就多 所以那個辨識的難度就會增加 因為發票他還是基本上還是數字 對啊數字 就線條越容易的越容易辨識 可是線條的汪區越多的 其實就會增加辨識的難度 那道教的符最難的地方就是 他有很多汪區的線條 對 那個結構就牽涉到圖就完全不曉得 就我們就只能分析文字而已了 對 所以我們老師那時候說他們有點做不下去就是這樣 因為在分析上面就碰到瓶頸 可是我覺得他們做的也蠻多了 就是聽起來還是蠻可行的啊 對不對 他只有幾個學生而已 但是我覺得他做的就是蠻 就是那個想法是蠻可行的 只是不曉得他有沒有進展 是不曉得 因為那也是幾年前的事了 對啊 就明年如果他可以來的話 他是有一個好處就是因為 道帳的版本就固定在那邊 那你為那些圖就把它當標準的話 我是覺得就是還蠻固定的 他的範圍可能還蠻固定的 那可能真的就要得找個計畫來做 他比那個神像簡單 嗯 因為上次那個洪振作老師提到那些佛像 就因為他那個佛像就很複雜 但是道教那個符 比較起來算是比較 我們這樣外行人看起來覺得 他好像比那些佛像簡單 因為那些佛像還要去辨識他的那個 拿的東西啊 他帶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說撞文符會比較簡單 核心符就比較麻煩 因為核心符粗細的線條變化又多 然後順轉道轉這些 那個就很麻煩了 文字都處理不了了 可以問一下 因為我剛才聽說他們在日本做那個計畫 現在不知道那個資料能不能分享給別人啊 我不知道這個得要問崇本老師 你們的資料以後會是open source嗎 還是我們的data嗎 有看過嗎 沒認真想過這個 就是很幸福做出來的那個exo 就會不會分錢給其他人這樣 可以賣錢賣到高效期 那就花家支付了 這不會有人想買吧 因為全世界研究到法會員的人 沒幾個 真的 對啊 因為我們這只是小小的研究啦 那因為只是一個小議題這樣子 對啊 那也算是就是嘗試一個新的方法這樣 對啊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做得更好以後 可以有幫助 對啊 您有 您學什麼 好 如果說未來有機會公佈我 所以無無所謂啦 不過真的 因為研究這兩部書的人很少 你問家凱他做那個華人宗教編輯 他就最清楚的 你看究竟歸史啦 我啦 然後就沒有人了 其實我覺得對我們 真的 我覺得動法會員對我們來說 像是工具書 就是不會專家 你還是可以問那個宋本老師 說你們現在已經有這些成果 然後你問他 他現在做到什麼程度 對啊 然後可以讓他分享 我還是蠻想要那個database出來 這樣我檢索其實會快很多 因為他對我來說肯定是工具書 如果我研究清代的一些 宮廷道教儀式句的話 我如果是 比方說我本來準備課獲起叫 陳鴻師修 我是學習是想寫一篇 關於跳靈關的文章 然後如果把靈關解鎖進去 我就可以看到 靈關在道法會員中 他有什麼樣的儀式 他是有什麼綱布 或者是有什麼咒絕 這樣我都可以很快看到 不用我就一頁一頁去翻 現在可以用台灣那個漢籍全文就是可以 基本古籍庫 對對對 但是我是蘋果電腦用不了 哦 你去圖書館用嗎 對我去圖書館 對 好 把它download下來就好了 對啊 對啊 再裝進去 對啊因為 我以前沒有 沒有蘋果電腦 但是我裡面有灌Windows 哦你是雙系統 對 OK 好好考慮灌一下 哈哈 哈哈 這個我 這個我們之前沒想過 會不會來研究一下 嗯 好 有 有我之前是真的 全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對 對啊 因為 我就是覺得聰明老師 還是可以問問看他 對 因為你是說 你現在坐到這邊 然後你跟他問候一下 過年的時候 我是覺得他 他 因為他還蠻熱心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他還蠻熱心的 而且他報告的時候 就 他如果要來 嗯 你搞不好可以邀請他 想看看他現在到什麼 到什麼地步 沒有 上一次我碰到他 他又講說他已經沒在做了 沒有 對 可是他停下來的是什麼狀態 也不曉得 因為我們更早聽的時候是 他那個研究生報告了 嗯 我們更早聽的時候 但是 離他那研究生報告完 到他跟你講說 他們停的時候 中間那段是什麼東西 不曉得 好 我下次 我跟他聯繫一下 對啊 因為我覺得他們 他們那個是 也是你們講的那些圖形變色邏輯啊 嗯 我想起來 他講的那些邏輯就是 你提到那些邏輯嘛 所以他們應該是 還是有一些資料在那邊啦 嗯 嗯 搞不好你們 兩個都沒經費合在一起了 哈哈 你要一起出 最好是跟相關的一起出比較好啦 你自己單 我覺得很多資料庫都 自己要單獨出齁 真的是很 對 太零碎嘛 所以我就跟相關的 真的出了沒何換買 也沒有要買啊 我意思是說有 就有在那邊啦 好 對啊 那你放 你要把你們放在一起 哈哈 十字手指頭都數得出來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好像有幾個人已經 快要醜了 嗯嗯嗯嗯 不是差不多了嗎 就是時間已經超過了 我看大家還是討論得很 好 不好意思 哈哈 好 那我們就先大聲變 如果有 還有要會後討論的話 那我們就來 我們就來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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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